各位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盤高手 我是高憲榮 您現在收看的節目 是我們在6月18號 跟大家所做的專業台股報告 提供大家最專業的解盤分析 希望對您的操作能夠有所幫助 也期待能夠跟您一起來 征服股海共創雙贏 好那最近全球的金融市場的投資人 幾乎都在關心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月底 預計在6月28號即將登場的G20 G20的一個這個 20大高峰會的一個這個會議當中 川普跟習近平到時候會面之後 會不會有所謂這地方 對美中貿易戰達成所謂的一個協議 這部分現在全球在做矚目之中 那在這個之前 當然這幾天大家可以看到 大盤的一個觀望氣氛 是比較濃厚的一點 台北股市今天又是一個這地方 瑕福震盪的局勢 早盤開出上漲16點 一度漲了43點 但是後繼無力也是個隨機拉回 最低一度翻黑小跌8點 但也跌不到哪裡去 然後再在這裡瑕福震盪 尾盤靠著這地方最後95億的多方量 稍微有點拉高 讓指數收盤上漲了36點 收在10566的位置 但是今天大盤的成交量又縮了 縮到只剩下多少 不多不少 剛剛好800億的量能 那到底這個行情在這個狀況之下 該怎麼去規劃未來 該怎麼去做研理操作策略 好在談大盤指數之前 憲榮老師還是要先來跟大家報告一下 今天給會員朋友操作建議的內容 那今天大盤開個高 但是成交量就只有800億左右 這種盤我說過 你要去做這個地方短多 就是先買去追高 原則上勝算都非常低 所以今天我們的操作策略 在大盤量縮之下 採取先賣的策略 鎖定的標的呢 好注意6488的環球晶 最近消息面利多頻傳 包括第一季獲利 說已經賺了超過股本 5月份營收49億 也月增5% 連增2% 都有秩序在增加之中 可是利多跟利空 我常常說 其實他是這地方 要來檢視大戶 到底在這個地方做些什麼 而不是讓你去跟著追高殺低的 很多時候 大戶是要用利多來騙你的鈔票 要用利空來騙你的股票 重點你要看得懂 那像環球晶最近利多頻傳的時候 就發現到 外資的一個部分 反而在利多頻傳的時候 已經連續三個交易日 都站在賣方 採取賣鈔的策略 而當今天早盤開個低 一度又拉高上去之後 這地方吸引了散戶追價 馬上就後繼無力 隨即又再度拉回 然後反彈呢 都站不上早盤的均價之上 這個有大戶持續在出貨的跡象 加上短線動能指標 又再度出現了轉弱訊號 所以今天環球晶 早盤開屏拉高上去 我是建議大家 採取先賣後買的策略 那這是今天在10點40分 10點39分40分左右發出的指令 建議快打當充標的 6488環球晶 短線技術面轉弱了 那既然要轉弱 記得就是要先賣 我們定價是定在306到307之間 現股先做賣出 那後來股價你看到 這10點39分的指令 到了11點多 股價最高來到多少 剛好就是來到307元的價位 就是我定的今天 要做一個短空先賣的賣點 對不對 那到了尾盤呢 股價這地方 這個如預期的 開始尾盤下殺 最後這地方收盤 是收在今天的最低點 303元的價位 那當然因為最近的盤勢 比較屬於這個下幅震盪 其實空間來看也不是很大 那我們是在305.5的時候 通知大家買回來 那今天大概就這個 1塊錢左右的價差 賺的真的不多 所以現榮老師就不算說 今天賺了多少 但是我只強調一點 其實我要請你看的是什麼 不是看你現榮老師 今天又賺了多少 而是現榮老師去操作的一個 這個所謂的方法 也就是我所說的SOP 為什麼方法 是我一直強調你要去注意的 因為電視上這麼多投顧老師 每天都在說自己 哇大獲全勝又賺了多少 可是重點你要去看的是什麼 這個老師有沒有一套 所謂的一個SOP 有沒有一套所謂的方法 如果有一套方法 能夠這樣持續驗證給你看 這才代表說他真的能夠去幫你持續 穩定的在獲利嘛 那如果沒有 只是每天在上電視那邊吹噓說 今天什麼股票買了就漲停 什麼股票買了就漲停 各位投資朋友 那你要小心啊 那其實這個當中很多在裡面 很多我所說的到最後都是假的 我只能言到這裡講到這裡 所以我再三提醒大家 你要看的是一個方法 因為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成功之道 第一步就是在找到正確的方法 當你能夠找到正確的方法 把複雜的事變簡單 把簡單變重複 把重複變得更好的時候 那自然就有機會 利用這個SOP利用這個方法 一檔接一檔 一波接一波的賺下去 那這幾天 因為大盤觀望氣氛比較濃厚 比較沒有賺大的機會沒關係 方法正確 股價這地方 也都按照憲榮老師的預期 環球金開高走低下來 對不對 先買後買 證明我們的操作方法是對的啊 對不對 那自然只要方法正確 就不愁沒有賺大的機會 那憲榮老師的方法 我也不欠其煩的跟大家講過 每天我們就是按照SOP 第一步先觀察盤式 決定該做短多先買 還是該做短空先賣 那像今天大盤 這指數開個高 但是預估量又只有800億左右 量又是一個急縮的狀況 根本不可能攻上去 所以我說這種盤 都以這個地方採取短空 勝算會高一些些 再從1000多檔股票裡頭 找到符合條件 那既然要做短空 我們就要去找那種 有大戶在出貨 有轉弱熏套的股票 確認轉折是果斷出手 之後遵守紀律理性操作 每天就這樣按照SOP 一檔一檔的做下去 不愁就沒有 就不愁沒有賺大的機會了 所以今天環球晶賺得不多 一塊錢左右 但是你看到 讓我們賺到多的時候 像之前文貌 有沒有 也是一樣 在利多見報的情況之下 早盤開高 開盤這地方發現有大戶 在做什麼 拉高出貨的跡象 短線動能指標 轉弱訊號出來 那我們當時就先賣後買 對不對 早上賣在多少 180.5到181 尾盤翻黑掉下去 那一天176目標達正 4塊半到5塊錢的價差 穩穩的放進口袋 做個6張就好 那一天是2萬7到3萬塊 賺起來了 20幾張小朋友賺起來了 對不對 再來呢 玉金光 我們也是發現到 前一個交易日 股價反彈拉長紅 但是之前的一個 觀察了一個多月發現到 股價從來沒有連漲兩天 因此在這地方 那一天你再去追勝算不高 反而因為有大戶在拉高出貨 轉弱訊號出來 所以應該採取先賣後買 對不對 那一天我們建議大家 314附近來做賣出 尾盤這地方掉下去 最低跌到308.5 我們309賣回來 這樣也是穩穩的5塊錢價差 100萬操作個4張 又是20張小朋友 2萬塊左右 躺起來了 對不對 那還有之前的神盾 也是在利多平傳之下 發現有大戶趁著利多監報 拉高出貨的跡象 短線動能指標轉弱訊號出來 先賣後買 不對 那一天 2014.5附近賣出 尾盤掉下來 最低209 我們2110.5買回 也是4塊錢的價差 100萬做個5張 又是2萬塊左右 放進口袋 再來上一次操作環球晶 5月20號 有沒有 也是同樣利多平傳的時候 發現到這裡 開盤空方量 大戶有持續出貨跡象 動能指標轉弱訊號出現 所以先賣後買 所以那一天賣在308 尾盤302.5買回 又是5塊半的價差 100萬做個4張 那一天又是2萬多賺起來了 所以你要看的是什麼 看的就是憲榮老師 我所說的方法 也就是SOP 對不對 當方法能夠正確的時候 找到正確方法了 複雜的事就變簡單了 把簡單就變成重複了 把重複做得更好 這樣才能夠在股市當中 穩扎穩打發揮巨殺成塔效果 持續的來累積財富 這個部分 憲榮老師仍然會繼續堅持 按照SOP 遵守機率 理性操作 穩扎穩打 用這套方法 繼續幫會員朋友 來創造財富之中 那目前過去這一個多月下來 我們累積戰機 目前是達到13.5% 等於投資朋友 真的這個地方 不敢說每天都有賺錢機會 但是只要方法正確 這地方按照我們所說的 看錯頂多小賠就出 賺有時候小賺 有時候大賺之下 真的一個月下來 要幫自己加薪個五位數 甚至六位數 絕對不是不可能的夢想 那憲榮老師在接下來 仍然會繼續努力跟堅持 幫會員朋友 利用快打當中作戰的方式 穩扎穩打 來發揮巨殺成塔效果 累積財富 認同憲榮老師的投資朋友 當然也都歡迎大家 跟好我們的腳步 好那回來繼續談到這個大盤的部分 那這幾天大盤的成交量 當然都縮到只有多少 都縮到只有800億上下 那這個狀況 昨天已經跟大家談到過 你說要這個攻上去 這地方季線反壓在這裡 會比較難 但是短線上也守住了月線 所以在最近短線就在這個地方 月線跟季線之間來回震盪 我說過這個可能性是比較高的 那當然為什麼會量縮到這地方 剛才也提到 全球金融市場的投資人 都在觀望等待什麼 月底的G20 那這個川席會到時候會面之後 能不能夠針對美中貿易 達成協商達成協議 很多人都期待 如果說G20川席會 能夠就美中貿易達成所謂的協商 不要再打所謂的貿易戰了 到時候就有利空出盡的機會 可是真的有這麼好嗎 那我是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其實這地方今天的報紙有提到 G20川席會達成協議的機會 十分渺茫 那這句話是誰說的 是來自於美國商務部的部長羅斯 換句話說 美國這地方執掌 所謂的一個商務談判的人 都跟大家講 要達成貿易協商在G20在這個月 非常機會渺茫 其實也簡單說 現在兩邊根本沒有在談 所以怎麼可能在月底 會有達成協議的機會呢 對不對 所以這種狀況之下 大家要去期待 到時候會有利空出盡的可能性 我只能夠說 目前來看並不是很大 那甚至要小心的是 那目前指數在這邊震啊震啊震的 可是注意到一件事情 大盤量連續縮到這地方 只有800多億之後 今天5日均量繼續的下滑 已經正式的跌破10日均量 那換句話說 量的趨勢又再度轉弱 那如果說量持續低迷不振 指數要攻不上去 到最後股市當中有一句話 大家應該聽過 叫做什麼盤久必跌 對不對 會不會在不耐久盤的情況之下 量的趨勢又轉弱 到最後反而是反手下殺 做一個殺盤取量的一個狀況出來 這個風險我只提醒大家要去注意 再加上中長線來看 這邊看法都沒有改變 上個禮拜就提醒過了 那短線雖然在這邊反彈 但反彈已經超過三個禮拜 之前是跌三週 現在反彈超過三週 結果幅度連之前一半都不到 那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這個盤 真的不是一個多方結構 時間結構屬於空方空盤 月線季線又再向下交叉 五週均量也跌破十週均量 週線的一個量的趨勢也是在轉弱 那週線的指標MACD 也是在這邊翻黑轉弱 9319以來第一次 所以我只能夠再三提醒大家 目前就大盤的技術面上來看的話 這個從價量 從時間 從整個指標 對多方都還是不利的情況之下 中長期轉空危機 仍然沒有化解 那這種狀況該怎麼辦呢 短線在這裡指數又來回震盪 那所以說我才會跟大家講 目前最好的操作策略是什麼 四個字快打當衝 快打當衝作戰 我們就是這地方 這個最大的優點 盤中門手都沒有關係 不用去擔心錯失行情 有賺錢機會 我們還是要努力把握 但是盤後都保持空手 對不對 這樣子讓你這地方 這個不用去擔心 美國股市最近反盤了 可是哪天會不會又因為 美中貿易戰的影響 突然又大跌崩跌下去 這樣才能夠有生活品質 早上跟老師掌握到賺錢機會 下午逛逛街喝個下午茶 晚上睡著又安安穩穩 這樣才能夠就叫做生活品質 重點是快進快出之下 受到大盤趨勢影響非常低 我們每天當天進當天出 你說大盤 未來會不會長線轉空 又跌1000點 跟我來講 其實就沒有太大影響了 操作又靈活 隨時可以先買 有攻擊機會就先買 沒有這個攻擊機會整理盤 沒關係我們也可以先賣 對不對 風險又低 因為盤後都保持空手了 你不會股票放在那邊 越套越深越賠越多 最後變成長期套勞 又不用擔心放空 接下來出全息 會不會要強制回補 又被嘎到 都不會 所以當沖其實你會發現到 就是把你的風險降到最低最低了 而資金又可以靈活運用 我們操作100萬來做假設 並不是說現股當沖 我要把100萬放在那個券商給你戶頭裡 不用 你錢都可以放在別的地方 升更多利息 像今天 憲榮老師 我們沖了一下這個環球金 對不對 那結果呢 小賺這個出場 那甚至一毛錢都拿 不用拿出來 那不用拿出來 那你說 那這個 我們賺了多少 券商就會把那個賺到的錢 扣掉這個手續費 坑掉這個稅稅之後 就轉到你的給你的賬號裡頭 所以你發現 這地方資金是可以最靈活運用 錢都可以放在別的地方 升更多利息的 對不對 甚至有人說 這叫無本當沖 不用本錢 當然我說不是不用本錢 我只是建議大家 有多少錢做多少事 錢還是可以放在別的地方 升更多利息的 重點是快速累積財富 天天都還是可以掌握賺錢機會 而且沒有太大風險 對不對 就這樣穩扎穩打的方式 讓你發揮聚殺成塔效果 來累積財富 那重點是 這地方很多人說 可是沒有時間看盤怎麼辦 或是看了半天 不知道怎麼衝 只是追高殺低 一樣賺包到錢 一樣白忙一場怎麼辦 所以我們知道 你需要憲榮老師幫忙 所以憲榮老師 誠心邀請你來加入 由我親自帶領的 基品操盤團隊 每天按照SOP 第一步觀察盤式結構 決定該做短多 還是該做短空先賣 再走出1000多檔股票一頭 符合條件的個股 確認轉折時果斷出手 最後遵守機率 理性操作 就是這樣的方式之下 不能保證你天天賺 但是你看到風險真的很小 對不對 這一個多月下來 有賺有賠 賺的扣掉賠的之後 盈虧相抵之後 累積報酬率13點多趴 而且重點是5月份到現在 你看看大盤走勢 你看看整個5月份 5月初大盤是從11097高點 摔到110227 然後才反彈 很多人現在都還在套牢 還在受傷 可是憲榮老師 卻利用當沖作戰 就這樣子持續的穩紮穩打 累積財富之中 甚至很多快樂的當沖族 幫自己加薪個5位數 6位數 覺得這不是不可能的夢想 我們還是會繼續堅持努力 甚至如果說會員朋友想知道 那憲榮老師怎麼去判斷 這個盤式的一個結構 什麼叫多方控盤 什麼叫空方控盤 怎麼去判斷當天盤式 該短多先買 還是該做短空先賣 那要當沖要先買怎麼選股 先賣怎麼選股 以及怎麼去破解大戶拉高上來 其實是為了出貨的手法 我們憲榮老師 都會在這個實戰範例當中 我都會在機品操盤團隊 網站上中 有一個會員專區 會員朋友只要是一年期的 都會有個人專屬帳號密碼 裡面有憲榮老師提供大家 最新的會員專屬的實戰教學 這個禮拜最新的教學 就是在教大家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就是希望會員朋友 學會之後甚至有朝一日 都可以不靠憲榮老師 自己去找到更多的好股票來做操作 賺更多的錢回來 成為獨當一面的操盤高手 這部分想要深入了解到 都歡迎大家待會休息時間 就來跟我們的服務人員來做聯絡 第二階段還有更重要內容 馬上再回來 您就可以在第一時間看到民事為您 及時解盤 有機會得到標普訊息 還有產業最新訊息 立刻搜尋運達頭顧App 貨電02-2781-0909 2781-0909 賺錢 電得到一手 雷硬 想要深入 動畫 進行 進行 請 立刻 運達頭顧 接頻 操盤團隊 由高老師親自帶領 專業 用心 重存信 提供給您最用心的解盤分析 最前瞻的產業觀點 菜群推薦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高老师 极品操盘团队 入会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孙子兵法说 兵无常事水无常行 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为之神 股市如战场 为再三提醒投资朋友 你要成为一个用兵如神的操盘高手 你不能永远这地方一成不变 只想要买股票爆霸大波段 你要去观察大盘趋势 到底现在结构在哪一个位置 就像当初大盘在7000多点 当初大盘在8000点附近的时候 我都跟大家讲 讲什么 消息面利空不断 但大盘已经度过末跌段 脱离底部区域 准备进入初升段了 所以十年线附近 那时候7000多点 我们跟他讲拼大的 对 8000多点的时候 我也跟他讲 大盘拉回来 第二波修整主波 结束了 要展开的是什么 第三波的主升段 目标最高上看到10425 多头火速归队 所以该拼大的时候 那时候有跟着县隆老师拼的 跟着县隆老师锁定车用电子 像自身科 我不是涨到100多 很多老师都100多叫会员去追自身科 我们在60几块的时候 就发现业绩需求倍数增加 对不对 大户在进货 转强讯号出现 所以在当时60几块就在布局买进 后来股价涨到100多 140几 才全数出勤 获利入带 赚了足足超过一倍以上 好 另外包括了北齐也是一样 我们不是涨到100多 才带着会员朋友去追高重压 而是在股价40几块就发现 业绩在启动成长动廊 而且低档的时候 就有大户在进货转强讯号 所以在那时候买进更加 后来跟着我们的操作的投资 很多也都掌握到1.5倍的获利之后 才全数出勤获利入带 所以你看到该拼的时候 现龙老师这样全力拼大的 可是关键当时大盘在哪里 在7000多 在8000多 在出生段 在主生段 即将要来临之前 我们全力在拼大的 那现在大盘已经涨到1万1 对不对 现在大盘中长期的转空危机 仍然没有化解 你说这时候要去买股票 要爆波段 我再三提醒大家 对不对 指数是在历史高档了 中长线转空危机又人微化解 重点是很多产业你看到 面临了长线结构大调整之下 我问你 你这里买股票爆波段 赚到钱了吗 赚钱很难对不对 而且重点是风险还很大 哪一天台北股市又像这地方 去年10月一个急刹 又是1000多点 一个急刹哪一天会不会又1000多点 不用多啦 就这样1000多点 可能就让你中伤了 所以我会跟大家讲 这里买股票爆波段 风险很大嘛 这时候我说除了说 现在这个现股当冲 交易成本大幅度降低 重点是有策略有方法的当冲 就可以让你用最小的风险 不是说没有风险 但我们把风险压到最低最低了 盘中满手没关系 有赚没赚盘后都保持空手 这样就能够发挥拒沙撑塔的效果 快速的累积财富 所以我们每天就这样子 按照SOP 第一步先观察盘式决定该做短多海转空 第二步找到符合条件的个股 确认转折时果断出手 遵守机率理性操作 所以有攻击机会 我才会带着大家先买 好没有大盘在整理我们就先卖 清楚的告诉你进场价位预设停损 获利目标 每天最多就两档股票 而且你说没时间看盘 老师帮你看 到了价简讯会通知你 那价格你说没到呢 当天带你进 一定当天带你出 绝对不熬单 绝对不害你就受重伤 让你把风险降到最低最低 就是这样的一个操作 有攻击机会 像那时候郁金光 跌到180几块 但发现有大户在压低进货 有转强讯号出来了 好那我们就先买后卖 那一天182.5以下 建议大家买进 后来低点180点多 对不对 然后买完之后目标192.5 是不是过了一小时 顺利的来达正 192.5顺利的卖出 10块钱的价差 就这样放进口袋了 100万做个6张 那一天快乐的当充足 就是帮自己加薪个6万 你说整理盘呢 没关系啊 最近大盘在整理 我们就找机会嘛 像郁金光 6月3号 这地方 这个那一天股价 前一天大涨 隔天大户开始拉高出货 转弱讯号又出现 我们就先买后买 对不对 卖在314 尾盘掉下来309 好这个地方买回来 5块钱的价差 做个4张也是2万块啊 也是当个快乐当充足 一天又帮自己加薪个2万啊 你只需要跟着县荣老师 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当个快乐当充足 帮自己加薪 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稳扎稳打发挥拒沙成塔效果 持续来累积财富 想要当个快乐当充足 持续帮自己用最小风险 累积财富的投资朋友 都欢迎大家指名加入 宪榮老师 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 一起来征服股海 共创双赢 本投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